日前议员林颖梦质疑北市施打疫苗速度比新北高雄慢 建议市府设置大型疫苗接种站 7号上午市府防疫会议中 卫生局初步选定花博针验馆、和平篮球馆以及台北体育馆 作为北市大型疫苗接种站规划 第一个场地是在花博针验馆 它的可用面积可以达到5976平方公尺 那每日住进它是22万1970 那它的优点是它临近圆山捷运站进马街 这人大概5分钟左右 那它的好处就是它的空间非常的宽敞而且格局方正 那它的前后门都有那个门可以打开通风对流 那第二个大型街总站的地点呢 我们是去看了和平篮球馆 地点是比较圆形 那里面呢也有电梯可以让那个 就是长者也可以坐电梯上下 那它同样也是会有档期的配合问题 那下一个地点呢是我们有去看了台北体育馆 那可能的面积是1522平方公尺 每日租金呢是13万8千元 那它也是距离呢 长庚医院也是很近 还有台湾医院 那它是格局方正 一样是有出入口都是正后我们的地方可以出入 那一样是我们有考一道救护车的问题 救护车也是可以从那边 会议中卫生局也表示 若中央疫苗一次给的量不多 就会直接配送到医院 民众期待15号开打的日本AZ疫苗 市府也要提前做好准备加快疫苗的施打速度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